所以笑是戒的根 这就是说明 思道是以笑道为根基 没有笑道就没有思道 笑道跟思道没有了 这个天下怎么能不乱 今天社会的混乱根就找到了 为什么混乱 这个世间人不知道小神父 不知道尊敬死者 社会就动乱了 你要找动乱的根源 如何能化解这个问题呢 也在此地 那怎么样 收拾这个动乱 让这个社会恢复到安定 这个世界恢复到和平 未必提倡孝勤尊死 就做到了 所以古时候 帝王 做人民的榜样 做人民的模范 你看他对父母的笑 对老师的尊敬 上学行败私礼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社会安定 为天下太平 那别人也看说 皇上都这样的 那还能不学吗 皇上进学堂 也是向空老父子 行罪敬礼 三跪九寇首 天下人都服了 皇上对父母的孝敬 照顾无为不至 全国的人都向他学习 带头吧 把那个君的一个字做到了 君就是领导 他真就做到了 就讲不讲不讲不教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来 经计 我 我们 有 我们 有 有 有